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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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讀者每期都會有一個專題 那個專題是至少由四篇文章 構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主題式評論 那每個月的專題都會找一位主編去處理這件事情 大部分的時候主編也跟作者一樣是匿名的 但是有時候我們會往外找客座主編 比如說清皇他對國學史很熟悉 所以他有興趣我們聯絡了之後 他就由他來找評論者或由他來處理去弄出這個專題這樣 所以我們有非常多客座主編 比如說你如果在看到密密讀者專題的時候 不一定都是我們內部的人幹的 因為說真的十九期這麼多的主題 我們內部人根本沒有辦法觸及這麼多的觸角 說真的是沒有辦法 那像等一下待會兒我們這位就是蔡宜文同學這樣 他就是密密讀者 最近一期是2015年1月號的客座主編這樣 那還幫我們寫過一些文章 反正今天是個出櫃日嘛 大家都不用匿名 來這邊都不要想要匿名這樣 那我們等一下來談談 他就不是密密讀者的內部成員 但是跟我們有非常密切的聯繫 我們可以來聽聽看他談談他的部分這樣 就是首先我第一天看到這個講題的時候 朱鶴勳問我要不要來講 我就說 會不會在聽密密讀者的衝想 就是我就問他這個問題說 我也不知道你們在幹什麼啊 我只不過就是要怎麼說 叫做親友團 就是在朱鶴勳找不到題材的時候 他突然就會丟給我說 這本書你看過沒 你要不然寫來看密密讀者 然後我就要開始來講這件事情 就是說 我先來講講看我寫密密讀者新的 其實我真的寫過很多篇密密讀者 就是以下是我寫過的密密讀者 我真的就沒有在care匿名性了 對 就是說呢 我本身一開始我就不在意匿名性 所以一開始張朱鶴勳問我說 你要用什麼名字 刊登在我們的主編群的時候 我就說 有差嗎 用本名就好啦 他就說 你用本名才是匿名吧 所以後來我就用了 那時候我在網路上的一個名字 然後可是很有趣的現在說 匿名性為什麼我說不重要 就是因為 基本上來講我試過 就是我把我的文章 那時候我先沒有在我的FB上轉 我就直接放在網路上讓他們轉 然後每個人都知道是我寫的 就是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是我寫的 然後其他不認識我的人 我匿名對他們而言沒什麼意義啊 所以他剛剛講匿名性的時候 我就在心中就想說 這件事情我根本不care 然後這就是我曾經寫過的密密讀者 那我為什麼會說就是 欸 這些 為什麼我要把這些文章列出來 就是因為 我算是在密密讀者裡面 很莫名其妙的成員 就是說你們如果看到這邊 我就會覺得 這都不是一般會出現在書評上的文章 雖然說 就我的角度來看 我也不知道一般會出現在書評的文章 是哪些 但是這些確實都不是我 過往照我對於文學領域的 刻板印象當中 他會出現被評論的作品 那我覺得第一點這是我必須要給密密讀者的一個讚揚 就是他讓我這樣子的評論人 或是讓這樣子的文章 讓這樣子的作品被納入了可以被評論的考驗當中 對 那我待會會再討論文章 但是我先跳到這一頁 欸有人幫我按了 就是說 其實我本來想門外漢 但是我後來發現我是女的 應該要講牛這樣才性別政治正確 就是說 其實我是一個文學的門外人 我並不是這個專業科系畢業的 在場所有的講者當中 應該只有我這個人 是跟這個領域基本上是沒有關係的 那天他們就在聊天 那天他們就在FB社團聊說到底要講什麼 就有聊到什麼 關於美學評論的缺乏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就在下面默默的說 難道這是我害的嗎 或者是說 欸 我基本上來講 對於美學我根本就沒有任何的認知 或者是什麼 而我那時候就在想說 那我到底要在這個場合裡面講什麼 關於評論的事情 那我後來就決定我要很誠實的講 我到底怎麼樣開始去寫一篇評論 那 怎麼樣去寫這個東西 那我就想說 那我作為一個門學的門外妞這個角色 我能夠貢獻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可以幫我按下一張嗎 就是說 對第一次 第一次他在找我寫四一的時候 他就是真的 朱又軒就這樣說 欸你寫一下四一好不好 因為他很暢銷 我們想有一個暢銷書的書品 然後我就說好 我就說好 那我要寫什麼 然後他就說 因為我跟他說 我沒有文學素養 也沒有美學專業 對我而言啊 作品沒有寫的好或不好 我不知道他寫的好不好 對我而言一本書 只有好看跟不好看 而我想 我不知道台下跟我一樣 是門外妞的人有幾個 門外漢有幾個 就是或許很多人 跟我一樣想法是一樣 就是我不介意 他到底是怎麼樣 生出這本書 只介意我看到的時候 我爽不爽 我想很多人跟我的感覺 或許是一樣的 那我就決定 我要以這個角度來寫 那一篇來寫一篇作品 就是我很誠實的 在一篇作品當中 去表達我的感受 但同時呢 幫我按下一頁謝謝 但同時我覺得這不夠 就是說如果我今天 只是告訴你說我看完四億的作品 很不爽 我看完《甄嬛傳》過我很爽 沒有人會想要看我文章的 對 那我就想說那好吧 那除了爽跟不爽之外 我可以替這一篇書品當中 去貢獻什麼東西 那我就想到就是我自己 我是念社會學出身的 然後我本身是做親密關係 跟性別研究 那我就在想說 好那我這方面的能力 我可以怎麼樣再貢獻在 我自己在讀這本書上的時候 怎麼樣去分析這本書 所以我後來想想 與其說我的書品是書品 不如說它其實是一種文本的分析 我在分析的東西 不只是文本本身 它怎麼被生產 怎麼被寫出來 更重要的是文本以外 那些東西怎麼樣會創造出 這一個文本以它怎麼樣被看 所以我後來就從 那我要寫什麼 變成我應該要寫什麼 我要寫什麼東西 才可以讓這本書 被大家看見 以及誠實的去表達 我對於這本書 真正的分析是什麼 幫我按下一頁 那我這邊就舉了三個 我在書寫時候的例子 第一個就是四一 那我寫四一的時候 其實是相對簡單的 因為我不是說 我本身是念親密關係出身的 那我自己的論文當中 就處於大量的 兩性書籍的一個 編寫文化分析 所以我在寫四一的時候 既然它就是 在我自己的論文架構 只是拿它來分析四一而已 可是我在寫四一的時候 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我要這麼把 熬舌堅塞的社會學語言 轉化成一個 一般大眾也可以看懂的 兩性書籍的評論 而且說認真的 四一在兩性書籍當中 我覺得算相對寫得好的了 對 它已經算相對文筆通順 邏輯清楚 然後沒有出現 讓你會覺得 為什麼會有人看這東西 那種感覺 對 相信我 你們去看就是那個什麼 大善達人什麼之類的時候 你們就會覺得 四一是相對寫得好的 那 當我在看這本書的時候 我一直在想的事情是 除了第一點就在講說 它真的還蠻好看的之外 我就在想說 可是不對啊 我看的時候覺得很不爽 可是我不爽的原因 不是因為它寫得不好 或它寫得難看 而是因為它跟我一些 中心概念 或者是對於這個社會的想法 是不一樣的 因為畢竟四一這本書是一本 告訴你怎麼談戀愛的書 它是一本具有指向性 或是改變他人的書 而我不希望這個社會 被它所改變成那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我的書評是在做一個 對抗的一個舉動 對 那第二本書 或許現場比較多人看過這篇書評 是《甄嬛傳》 那我在寫《甄嬛傳》的時候 其實是蠻有趣的就是 《甄嬛傳》這一篇 就是我自己投給朱又勳的 就是因為那一陣子 我瘋狂的迷上各類公鬥的文章 因為那時候很紅 你們如果印象很深 大概是在2012年初的時候 《甄嬛傳》跟各類公鬥的戲劇 非常非常的紅 那作為一個性別研究者 我對這項項非常感興趣的同時 那個時候我在寫論文 我非常非常需要一個出氣的點 或是一個地方 所以看到有人在鬥爭 我就會覺得很開心 所以這個是我開始想要寫《甄嬛傳》的初衷 而我在寫《甄嬛傳》的時候 那時候我已經寫完論文了 我看《甄嬛傳》的時候正在寫論文 剛好我在寫《甄嬛傳》的時候 已經寫完論文 開始進入到工作場域 可是很有趣的像是 因為我當時工作地點 周圍都是男生 我那時候在一個化學 充滿了化學系男性的地方上班 然後周圍的人就會不停地跟我說 為什麼女生都要看這東西 這很可怕 就是這很可怕 裡面女生每個都好可怕 然後女生都這樣勾心鬥角嗎 然後他們問我這些問題的時候覺得很疑惑 因為我在中午吃飯的時候看 我就覺得很疑惑 就說你們在看什麼《大汉天子》啊 然後在看什麼就是 什麼那個什麼《冰與火之歌》啊 那些通通通都把是勾心鬥角 你們會說男人都在勾心鬥角 然後都在搞小團體嗎 也不會啊 可這世界上所有在搞小團體的都是男人啊 所以這是我第一個發想想要寫《甄嬛傳》的緣故 然後我在寫《甄嬛傳》的時候寫了 其實我寫《甄嬛傳》寫得非常認真 我那篇文章應該是我 剛好寫得比我論文還認真 我那篇文章啊 我那篇文章啊 我那篇文章我整個《甄嬛傳》 光是書加上戲劇 我看了大概有十幾遍 對 然後因為《甄嬛傳》非常非常的多 還有七本 每本都很厚 而且說認真的不是每個章節都安排得很好看 但是它有一個很有趣的 那時候有一個概念 就是說它裡面有一個很有趣的概念 是它透露出一種 對於情愛很不信任的一個根基 而我對於這個根基非常感興緣故 是過往我看過很多公鬥戲 台灣也拍了很多啊 香港也拍了很多 那一些公鬥戲當中 最後仍然都有一個所謂的Happy Ending 就是你主角仍然得到真愛 然後它只是突破萬難 然後最後跟某個人在一起 或者是Bat Ending 就是你主角失去真愛 然後最後死掉 反正最後都跟真愛有關就對了 可是《甄嬛傳》是唯一一個 就是它把真愛直接破掉 我告訴你說老娘要來當皇帝 所以它當然最後沒有當皇帝 長到皇太后 但是差不多的意思 就是說它把真愛這件事情 給戳破這件事 讓我非常的感興趣 也讓我開始去關注 中國的這類的作品當中 他們是怎麼樣去挑戰真愛這個概念 那這篇文章也挑戰 也引發了我之後 對於晉江文學層的一個興趣 我那時候就開始不停的跟朱厚勳說 你去研究一下晉江啦 你去研究一下晉江 他的那個商業概念非常有趣 然後 那時候有很多作家說 他們要往中國發展嗎 我就說你們去看看晉江啊 晉江就是往中國發展 一個很好的一條路啊 你們打得贏他們嗎 然後 就是一直要挑釁台灣的作家 就是你知道社會學家 跟誰都處不來 所以 我就說你覺得 你打得贏他們嗎 然後那時候開始就關注了公斗文 那公斗文當然有一個很有趣的類 比如反窮邀文 那我覺得很有趣 但是同樣是一個台灣的作家 然後他在前幾年不知道為什麼突然在中國很紅 我說很紅 不是很想 就是他們開始有很多重拍版 重拍完豬哥哥 重拍一臉幽夢啊 然後重拍一些有的沒東西 甚至他們原本一些 舊的馬錦濤時代的影片 都在中國開始播放 那這些媒介的展開過 就產生他們當地很多年輕人 看到窮邀就覺得說這什麼東西 然後就開始寫了反窮邀文 那反窮邀文當中大量的都是公斗文 因為他們寫的比較多是那種古代時候的事情 那很多都涉及皇宮 那很多就是我裡面文章就有提到 就是皇后會用公斗的方式 把裡面所有他們看不爽的人給斗掉 可是實際上皇后看不爽的人 並不是皇后看不爽的人 皇后看不爽的人 是作者看不爽的人 那其實這些文章你只要看 大概超過十部還是九部 你就發現劇情都是一模一樣的 那為什麼你還會想要看 因為你也看不爽那些人 當你在你的人生當中遭遇到 可能你的男朋友被小山搶走啊 你在工作上就是碰到一個 就是很機車的人 就跟那個劇中的人一模一樣的時候 你就是會想要看他被虐待 人性就是這個樣子 對 那我順便提一下 剛剛朱厚軒問說 你們上一次看到反推台灣文學的文章的時候 是哪裡 我跟你講一個地方 PTT Romance版 PTT Romance版的反推文寫的精彩的 對 其實我發覺一件事情就是 我這邊舉的文章都是所謂通俗文學 包含我自己寫過九八道等等 反而在這些通俗文學的市場上面 因為他的讀者群 或許比較大一點 抱歉 對 他也或許比較沒有邊界一點 那他某程度上形成了一種 很有趣的評價方式 這評價方式反而是很商業性的 因為我花了錢買了書 我就要看到開心的東西 所以我就會先去搜尋網路上的評論 所以他的評論其實反而是有個機制的 例如說《言情小說》 如果大家要再看PTT Romance版的話 《言情小說》的評論其實是非常尖銳的 因為我們要知道我們花了五塊或十塊 租到《言情小說》 有沒有辦法讓我今晚心情愉悅 對 有沒有心情愉悅 或者是說 當我們在看一些 一般的 甚至是書籍漫畫的時候 也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就說 或許不是評論沒有市場 或許是沒有市場才沒有評論 有時候我會有這種想法 當然我說我就是個門外牛 所以我並不知道 這樣子到底是對還是不對 但是我在寫這些文章的時候 我都有一個意義貫置的概念 就是我想要透過這本書 我不只是要說這本書的好或是不好 甚至是其實我多數的作品 我都沒有提到這本書好或不好 我是想要透過這本書告訴大家說 這本書它並不是沒有意義的 就這樣憑空出身的 像《反瓊瑤》它其實涵蓋了許多 中國他們對於婚姻對於愛情的想法 像我裡面就有提高一個鳳凰男的現象 他們會稱呼農村到都市那些男性叫鳳凰男 而很明顯地當他們在小說裡面描繪到 像鳳凰男這種角色的時候 他們就會刻意地虐待他 因為他們非常討厭這種類型的男人 那《真環傳》其實也很明顯 就是他能夠走紅 在我自己的文章當中有提到 就是為什麼他在女性當中可以走紅 為什麼他不再是以前那種老梗的 他某種程度上我覺得 他會跟當代的女性去覺得說 我不能夠 我一天到晚都在 我最後一句話就說 我們已經很厭倦每天都要走在路上 撞到總裁了 總有一天我們是想要撞到總裁 然後把他幹掉 然後自己去當總裁 所以我意思就是說 他們都在創造另外一種典範 或者是另外一種形式的時候 我們要看這個形式是怎麼出現的 幫我按一下下一頁 那我自己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在做這種流行文化 或在做這種大眾文本時候的文本分析 我自己有給我這個期許 就是我認為忽略掉社會 我這個社會是一個很廣泛的 包含政治經濟的文本分析 我認為那只是一種自嗨 就是說 我也蠻感激 秘密讀者有這個領域 讓我可以去寫這類型的文章 因為它很有趣 他在學院裡面 如果我是在社會學類的地方寫這文章 會被顯得太輕挑 可是如果我在一般的地方寫這文章 他顯得太學術太困難 所以在秘密讀者 他提供我一個很好的管道 是可以讓我跟大家說 這篇文章絕對不只是這個樣子 像我覺得有一個很可惜的專題 我在這邊再提到一次 是那時候三月份的時候 去年三月份的電玩專題 那那個專題其實我那時候在裡面的時候 那一個主編做得非常認真 我們還開了兩次會 做得非常非常認真 那我在寫那一次專題的時候 其實我很感激是說 我玩電玩玩非常非常久 可是我在台灣幾乎不曾看過 台灣有真正去評論電玩 把電玩當成一個文本來評論的一個專題 而那個專題其實寫得很好 那當然後來他因為他強碰318 所以就這樣無聲無息的消失 但是我在寫那一篇的時候 其實我心裡就在想說 很多人都會說 無論是電玩 我那時候寫的是像神調 不是像那個仙劍奇俠傳這類的作品 就是很多人會說仙劍奇俠傳 或者是甄嬛傳 或者是我剛剛所講的九把刀或什麼 這種很輕鬆的東西 為什麼你要很嚴肅的去看它 為什麼你一定要把它帶入 好像是所謂的社會經濟層面去談 我認為這件事情是太看清了自己 也太看清了這個社會 更重要是太看清了文本本身 它之所以可以這麼流行 一定是因為它打動了某一些人的心 那如果說假如你的文章 也可以像他們一樣打動其他人的心 或許有一天就是你改天他們的時刻 所以我認為在做文本分析的時候 一定要把社會 一定要把這個社會給帶進去 不然它就是一個自嗨 就是我常常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你在分析慾望城市的時候 你不可能不分析資本主義 要不然你就很容易會覺得 對凱莉就是有辦法住得起那間套房 然後買得起那樣的鞋子 你就會這麼覺得 可是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要去看穿那個文本背後 他所處的社會處境是什麼樣子 我大概就分享到這 謝謝 謝謝蔡宜文 其實我們通常叫他叫花花這樣 我都一直想一下他本名是什麼 好 那 他其實給我們一個很特別的視角 那我特別要在這邊多講一句 就是 其實你聽他的背景跟他參與的過程 你就會知道 密密讀者我覺得有一個 跟線上雜誌比較不一樣的性格 就是 這是一開始沒有料想到 但是後來我們開始做的 就是 我們對於大眾跟通俗人們非常有興趣 對 而且我們覺得這一塊非常需要評論 非常需要認真的某種意義上的評論 那 因為我們覺得傳統的文學評論 是一個很奇怪的 自己吃自己尾巴的一條蛇這樣 就是文學評論者寫文 討論文學作品給文學讀者看 你就知道這個圈子沒多少人 你還在那邊一直轉 那 我覺得這邊這三個文學 至少要拿掉一個 這個圈子才會在那開始動這樣 那至少對我們來說 我覺得有一個可以嘗試的東西 也許以後也是會想要嘗試的一些東西 我心裡有一些想法 是 我們能不能找 我們能不能故意找 不是文學評論者來評論文學作品 或者是我們能不能讓文學評論者去評 不是文學作品的東西 就是 這個交叉我覺得會非常非常有趣 像 我們之前在去年的時候也找過法律人 他真的就完全跟文學評論 一點關係都沒有 找法律人來評論呂秋元的書 那個是罪人 對啊 因為法律人都很討論呂秋元 蠻多法律人都不喜歡他嘛 好那我們就讓他有個機會來攻擊他一下這樣 對 那 那 我們那個人脈跟我們的想法 可能有限各種排列組合 但我希望順便這邊多講一句就是 如果底下各位 你可能以前從來沒有寫過文學評論 那 如果你有興趣今天以後 你覺得真的哪本書 只要是書就好 我們真的沒有什麼太限定的範圍 當然我可能還是會有一些我們的編輯的方針 但是大致上如果有 甚至很接近人文跟文學類的書 你有你的觀點 你不是文學出身的 很多人都會說 那我不是文學出身口被來賓密讀者寫 他們都不知道我那時候 通常聽到這句話我都很開心 我就會跟你講 最好不是 最好不是你就 我最喜歡收這種稿子這樣 因為這樣的排列組合 你各自從各自的立場 或者是學術訓練出發 我覺得會有一些很好的火花 Fusion 謝謝 感谢观看